穿黑色外套男子來到飲料店前面 點餐給錢看起來都很正常 在等待的過程中 只見他走來走去 卻突然眼睛為之一亮 好像有個好東西喔 手直接伸進去拿了手機就跑 店員做完飲料之後 人怎麼不見了 是跑去隔壁領錢嗎 等一下空氣怎麼突然安靜 音樂怎麼也跟著人消失了 然後才發現剛剛那個客人不見 嗯 手機剛剛不是還放在鍵盤上嗎 Oh my God 似乎根本就直接 被剛剛的男子偷走 店員雙手抱頭傻眼到爆 因為那是才剛買的iPhone 要價四萬多元 事發就在八號下午三點多 搬超一間飲料店 整間店因為藍牙中斷 突然沒音樂變得好安靜 才驚覺手機被偷 這樣的動作 應該是蠻熟練的啦 然後他就立刻搭乘計程車 就就逃了這樣子 當下馬上報案 員警也到場處理採中調查 看看這幾秒鐘內 會不會留下任何指紋 能夠進一步追查 台物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覺得 真的不能說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連關將近 這樣的行為其實是 店家更認為板橋屬於新北市鬧區 還發生這種光天化日下的切案 還好後來警方鎖定一名貫切 只是他並非現行犯 只能通知到案 對方根本也居無定鎖 受害者恐怕求償無門 TVBS新聞師姐 原詢提新北市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